今天我們來到了嘉義的最新超夯景點 佐登尼斯城堡生技園區 哇 光過這個大門就超美的 真的來到這裡就有一種來到歐洲的感覺 而且聽說裡面有超過19個超好拍的打卡點 他有約到人就可以憑簡訊錄員 那如果再加購100塊的話 就會有這個像機票的票券 拿到機票就更有那種出國度假的感覺 這是有開放第二波的優惠門票時間 延長到10月31號 迫不及待要拿這張機票 飛往歐洲了 走吧 太美了吧 這真的是我看過台灣最華麗的城堡了 我們一進來印度也連的就是這個 琪琪公主噴泉 哇 你看 它超壯觀的耶 全世界只有四座 然後國外的噴泉是只有海神 或是河神 它們是分開的噴泉 但是台灣這個是 結合海神跟河神的噴泉 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真的超像來到歐洲度假的小姐姐耶 這裡真的也是很必拍的場景之一耶 然後我們身後就是城堡的側面 城堡是一個M字形 左右都會有兩個出入口 他們整個圓區的花園總共有4萬平方公尺 這麼大 到處都是歐式的造極 潘泉在往裡面走 後面就是幸福鐘塔 公主的花園怎麼可以沒有瀑布呢 它真的直接打造一個還滿壯觀的瀑布在這裡 漂亮 這一整個詞就叫做 整個圓區的洛宇松就超過500克 走在這個森林裡面 等到了陸秋的時候 就會有漫飛的肉鬆落象 轉成漸層的秘境 到時候來一定就更美了 那要去找布萊恩花園 那也就是這裡最黏一點的打卡 我們看到了凱莉公主春泉 就是最多人來這邊打卡的地方 公主們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它前面就是布萊恩花園廣場的建築 更有一種歐洲城堡的感覺 我要去當公主 現在我們在的這個地方就是 這整個城堡門日行的 艾奧門市駐藍道 它這個柱子超級壯觀的 跟兩端都成這麼高 這一整個藍道有200公尺 天老闆到牆壁柱子都是很精美的雕刻 往外看的就是很漂亮的花園景觀 現在要準備進去到城堡的主體裡面 對 哇 這個就是全台最高有50公尺的窮頂喔 天氣好的時候陽光就會整個灑落 在這個大廳裡面就有一種很唯美的感覺 古董的老斯萊斯喔 看到這裡就覺得更像那種博物館的感覺 一般的收藏器 對 越來越期待白馬王子的出現了 到了卓美館的前面 國美館也是這個城堡建築的名字 哇很多人在裡面拍照耶 超瘋狂的這個空間 那地板有很多這個投影燈啊 其實是互動裝置 不過是因運期間有很多的互動裝置還沒有完工 等到這次開幕的時候 這個投影燈只要一踩下去 就會有互動裝置的動畫跑出來 小朋友也會很喜歡這裡 大家就會在這邊跑跑跳跳 那透過多媒體互動裝置也會讓你更了解 每個香氛的品種是什麼 逛完一整個園區了 整個園區還有二樓有他們的研發中心 跟地下室有智慧工廠 都可以透過這兩個地方去看他們產品的製程 而且如果你有養寵物的話 只要你有被推車的話 都可以帶10公斤以下的小狗狗或是小貓貓來 但是要記得要實施寵物不落地的政策喔 而且這也不錯